即时新闻综合报导,北韩到今年9月以先后进行6次核事,都是在东北部的前进北道吉州郡风洗礼盒子实验场,外地也关注辐射污染后遗症,来自当地的脱匪者告诉南韩媒体,吉州郡一代症变成死亡之地,还诞生了没有肛门和生殖器的畸形儿。 南韩朝鲜日报报导,由脱匪者参与的北韩研究团体SEN研究所,从去年7月至今年9月以来自吉州郡的21名脱匪者深度交谈,得知风洗礼盒附近居民都因核事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,有脱匪者指出北韩如实告知居民核事情况,每次都只说完全没有放射性物质泄露, 对周边的生态没有任何影响,但一名脱匪者指出,在数八成都活不了,水井也已经干枯,还出现了畸形儿,来自吉州郡的脱匪者A某说,听吉州郡的亲戚说,在吉州郡的妇产科医院里出生了没有肛门和生殖器的畸形儿。 另一名脱匪者担心说,当地都是喝风洗礼流下来的水,担心受到辐射污染。 在2010年逃离北韩的C某曾在风洗礼经历过第二次核事,他说,在风洗礼曾经亲眼目睹了一具手脚紧断的尸体被将水冲走,还有脱匪者指出,因为当局频繁进行核事,导致吉州郡的特产大马哈鱼和松茸都无法生长,已经销声匿迹。 首尔大学原子能系教授徐军 列说,由于风洗礼地盘崩塌,地表下陷底部彻底出现了裂纹,地下产生巨大的空洞,地下水很可能全部流到了地下,这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土壤也受到放射性污染。 南韩统一部纵上月起对30名来自吉州郡的脱匪者进行辐射检测,政府相关人士说,如果检查结果在年底前后出来,将根据结果制定后续对策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